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块空地上还配备了一个小的水池 巡逻类了 大鹅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这所监狱的监狱长高度表扬了这支特殊的巡逻队 表示不是狗巡逻队不好 而是鹅警卫更有性价比 监狱也配备了先进的现代监控设备 大鹅警卫是除此之外的辅助监控 工作人员表示 大鹅警惕性很高 领地意识很强 如果有陌生人进入他们的领地 这些大鹅就会发出叫声声音非常大 领队大鹅仆仆也是非常的敬严 当有工作人员叫他名字的时候 他就会发出独特的喇叭声来回应 监狱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晚上更是静得可怕 所以在这里养大鹅就非常合适了 万一真的有人要越狱 被大鹅发现 响亮的叫声就会立马招来预警 犯人是不可能逃脱的 而且鹅也比狗淡定 狗要事无聊了就会发出叫声 但是大鹅不会 最重要的是养鹅比狗要便宜 鉴于以上种种优点 大鹅逐渐取代了看门犬 成为了监狱的警卫 这一次巴西监狱聘请大鹅 其实并不是创新之举 鹅警卫历来就有 公元前390年 在阿里亚战役的一次冲突中 高卢本想靠偷袭罗马人取胜 没想到在偷袭时 却意外惊动了一群大鹅 这群大鹅本来是用来祭祀的 他们感觉不太对 便发出嘎嘎声 顿时惊醒了罗马士兵 这才击退了入侵者 保住了自己的城市 于是在战役之后 他们赋予了大鹅神圣的地位 此外 大鹅们还曾成功守护了 价值3亿英镑的苏格兰威士忌 据报道 从1959年到2012年之间 百灵坛威士忌的仓储 就重金聘请了大鹅来守卫 最初只有6只 在鼎盛时期多达100只 他们不仅击退了偷久的小偷 还给仓库提供了数量丰富的蛋 60多年的职业生涯 大鹅保卫了价值不菲的威士忌 他在巴西当警卫也不是首例 早在2011年 巴西索布拉尔监狱 就已经开始招募大鹅来巡逻了 当时执请了两只大鹅 他们的工作也很成功 据报道 这两只大鹅在监狱里巡逻 但凡有异常情况 就会发出声音警示预警 效果非常好 十几年过去了 巴西还在使用鹅警卫 说明鹅警卫的工作确实出色 由于大鹅在警卫方面的工作 实在是太出色了 美国农业部还曾出版了一份指导文件 认为最适合用来首位的大鹅品种 是非洲鹅 罗马鹅 波美拉尼亚鹅 当然也少不了中国大鹅 其中最优秀的就是 中国大鹅和非洲大鹅 不仅体型大 声音也很大 在疫情期间 大鹅就曾在中国边防巡逻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前两年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 除了中国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住 所以国外疫情对中国国内输入压力非常大 如何防止境外染疫人员偷越边境 偷渡到中国国内 是边防边控的重要任务 虽然现在科学很发达 监控手段很多 可以利用无人机电子探头来控制边境 但是人类饲养的动物也有敏锐的视觉 比如说狗就经常用来探测 然而还有一种动物比狗还要敏感 这种动物就是大鹅 虫左侍在中越边境 一共部署了五百多只鹅和四百多只狗 那么鹅的能力到底如何 在所有的高等脊椎动物中 鸟类的视觉是最敏感的 就比如说像有损 它竟然可以发现在八公里之外的一只兔子 因为绝大部分的鸟类 要从极高的空中看清地面的东西 从这一点来说 视觉的敏锐能力 鸟类都碾压哺乳动物 而且鹅能够看到更多的颜色 比人类还要多 但狗是色盲的 大鹅就不同了 眼睛的视网膜中含有两种感光细胞 一种是视锥细胞 一种是视感细胞 视锥细胞是用来感知颜色 而视感细胞是用来感知光线的强弱 人类的视网膜中有三种视锥细胞 所以人类能够感知的颜色 由三原色构成 属于三色视觉 但是鸟类的视锥细胞有四种 所以鸟视四色视觉 三色视觉能够分辨一千万种颜色 而四色视觉就能够分辨九千万种颜色 几乎所有的鸟类都是四色视觉 有些花朵的颜色 在人类看来是一模一样 但是在鸟类眼中 就可以分辨出它们的区别 其中鸟的四色视觉 还多了一种感受紫外线的是锥细胞 在通常情况下 人眼是看不见紫外线的 只有极少一部分女性 具有完全的四色视觉 所以有些迷彩色 在人的眼睛里是分辨不出来的 但是在鹅的眼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偷越边境的人 往往都需要隐蔽 会穿上迷彩服之类的伪装服 但是在拥有四色视觉的大鹅面前 这种伪装是没有效果的 当然 人类的科学仪器 也是可以探测到紫外线的 这项技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展起来 主要是运用在军事观测上面 但是紫外成像的摄像机 没有办法和三色成像的摄像机结合在一起 因为显示屏上只能显示出人类能够分辨的颜色 所以从系统的整合程度上来说 鹅眼的四色视觉 是人类目前观测仪器很难替代的 必须要两台探测仪器同时工作 才能实现鹅眼的视觉效果 与大鹅相比 狗当然也并非一无是处 首先是狗的嗅觉非常灵敏 其次 狗的眼睛能够看到比较弱的光 比如一个很黑暗的空间 人眼是看不到物体的 但是狗会对着那里狂叫说明在黑暗中有东西 这是因为在狗的眼睛中 是追细胞的数量比较少 同样的视网膜面积是感细胞就会多 而是感细胞 恰恰是感受到光线强弱的 所以广西虫左在边防上 不仅部署了鹅还部署了狗 广西虫左是与越南交界的边境 山岭重叠 植被茂盛 道路崎岖 小路众多 地形极其复杂 虽然在边境上已经有铁丝硬隔离 监控探头等物质技术措施 但是由于人的活动性因素 监控死角很难用技术方式全面控制 采用监控要人为去辨别 有一定程度上的时间滞后性 经过实测检验 用鹅防偷渡的效果非常好 鹅对陌生人的警觉甚至比狗还要灵敏 所以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 虫左是龙舟县边防推广了千鹅巡逻 而且当地毒蛇 毒虫出没 鹅对威胁边防人员生命的野兽 也有着很好的驱赶作用 现在边防人员左手一只狗 右手两只鹅已经成了巡逻的标配 大鹅的战斗力有多强 很多人对鹅的理解只停留在天鹅上 它优雅美丽 怎么会和不好惹搭上边呢 只能说有这样想法的人 对大鹅的战斗力和社会性一无所知 像当年猫野可是被大鹅欺负到怀疑人生 坐门砍上吃饭 它啄我的饭 饭碗掉地上 我被气哭 去隔壁小伙伴家玩 被大鹅张着翅膀飞扑锥赶 连带着我家的大狗也被欺负 猫野也曾尝试反抗 大鹅反越发凶 还狠狠啄了我一口 至此之后 看到鹅我就躲远远的 鹅最大的特点就是 有出色的视力 好奇且警惕性很高 在野外 鹅是群居动物 一个家族 一般是由一只雄性大鹅来守护的 它们有自己的领地 因此 有陌生的生物进入领地 它就会变得有攻击性 在繁殖季节 攻击性最为明显 张开翅膀 大声叫喊 其实就是大鹅在警告对方 请离开我的地盘 大鹅能成为出色的警卫 仅仅靠这些是不够的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不惧怕任何的威胁 一般来说 遇到比自己体型大很多的动物 本能则是逃跑 但大鹅不是这样的 它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副 不服来干的架势 不接受任何威胁 这些从国外野生大鹅 伤害人类的案例中 就可以看出来 在国外 野生的大鹅 几乎都是受保护的 伤害它 意味着需要面临高鹅罚款 情节严重的 还要面临监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大鹅的数量 也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城市里的大鹅 它们到处漫游 占领了公园和河岸 到处都是粪便 没人敢伤害它 但它总在繁殖季节 频繁攻击人类 为了避免人和大鹅起冲突 很多场地负责人 都会想办法 驱赶场地内的大鹅 于是就衍生出了 一个新型职业 赶鹅人 据说赶一次 价格还很高 总之 用好了就是力气 用不好就是灾难 这句话在大鹅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猫野相信 以后还有更多的地方 会聘用大鹅 只是有一点猫野想不通 大鹅可是直肠子 是边吃边拉的 监狱是怎么处理 它们便便的呢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